今天是12月24日 周日A股明天就开了盘了 这个周末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在周五A股大跌后 多家公司发布了回购的一个信息 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 中国石化回购股份注销了 那其他公司会不会跟进呢 如果其他公司跟进注销的话 A股是不是迎来胜利的数过了 下周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吗 会出现大幅度的进攻吗 还有人跟我说 二阳先生 我感觉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大底 我想去抄 那如果我去抄的话 哪个方向有机会迎来超级大行情 当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尤其是这段时间 大家感到迷茫 不太懂得 我要提醒大家 讲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目作为依据 评论区一波888 先支持一下 其实在周五 大家都知道 市场营了一个超级的黑天鹅 这个黑天鹅是谁 游戏新规的出台 导致游戏板块的全线暴跌 全线大跌 然后大家都在 都在说这个怎么样 说这个市场怎么样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的指数并未出现大跌 对不对 指数它还是属于一个微跌的状态 市场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恐慌 你能说是这个板块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股市出现大跌后 一下通讯控股 就是A股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游戏公司 大家都应该知道 好 同讯控股的话 它发布了一个信息 在这个撒跌大跌的过程中 它是次巨资买进回购 对不对 单日扫货的金额 大家知道吗 它单日扫货金额超过了10亿元港 可以说是大量的一个抄底 我就请问了 它在这个位置抄了这个底 到底是谁在卖出 这些卖出的人 是不是又什么 又被割了酒餐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当下的A股在这个位置到底该怎么做 你要再回看一下 周末有多家公司发布的一些回购信息 你就发现这段时间好像 有一些好公司 我们说的是 我说的是好公司 并不是说一些差公司 有些好公司 它就是想发射保了 在买件公司的股票 在回购股份 在保住自己的股价 不说别的 就是我们的进行市场上 有一支票也出现崩盘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在前期视频上跟他讲过 就是董大姐的公司 结果人家什么 半夜出公告说我没有问题 以后迎来了两个涨幅 连续两天的涨上涨 对不对 其实这种公司就值得大家重视 我们要仔细去选择 去斟酌 这种才是什么 才是一些好公司 它是为了股民 为了全体股东的 一跌的话 我就考虑股东的利益 对吧 考虑股民的利益 从某些方面来说 中国实化的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回购注销真的是什么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点 中国实化在这个周末 以后发出一个消息 就是回购注销了 就是3.71亿 这个3.71亿股 这个是H股 说明什么 说明他已经走向了这个什么 回购注销的这一个行列当中 学习美股学习万维市场 对吧 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低位了 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把它买回来 我把它注销了 以后 是吧 这个股数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那么越来越少的话 后面是不是会越来越涨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好现象 有1就有2 有2就有3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操作买 还是要注意这个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是 这一个周末以来 值得 值得让大家注意的一个好消息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消息 其他消息 我觉得很多就是什么 就是无关紧要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对利好消息 已经没有反应了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们的高层 放的利好 对吧 每次放利好 反正股民就是不买账 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脱底的 就是为了喊口号的 对不对 一切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感觉有人说 就是为了忽悠的 但是回购注销 这确实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实实在的利好 这是大家不得不承认的 好 在这个位置 有人跟我说了 我想抄底了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可能会形成一个历史的大底 那我该怎么抄抄哪里去 其实回看一下我们近期市场的走势 以及对比欧美股市的走势 我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科技这一块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市场想要起来的话 想要有大行程的话 必然要选择科技发动进攻 那为什么呢 对比一下美股 你就知道 美股市场排名靠前的几乎都是科技公司 好 那就看一下我们隔壁的印度股市 大家知道我们隔壁的印度股市 印度股市它的排名靠前 它大概是什么 是能源公司是新能源公司 这个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个思路是差不多的 我们前几年炒作的是什么 是锂电池新能源这一块 那么印度股市的排名靠前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至少不会像我们A股这样子 是吧 是属于银行冲锋 白酒冲锋 对不对 所以要想在这个市场里面 走出一个中长期 或者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的话 必然会是一些 有潜力的一些新兴的行业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A股 是吧 要想走出一轮好的行情的话 必然要有科技带头 大家知道在2014 2014至2015 我们A股迎来一波大流士 当时那波大流士 大家知道是谁带头的吗 当时是以证券打头证 以中之头 就是中车合并 是吧 拉起了一个一轮大流士 当时那是一带一路 主要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中之头 大基建方向这一块带起来的 另外一个 还有就是在2014 2015年这波大流士设施是什么 当时炒作比较疯狂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块 当然还有包括网络游戏这一块 带起来的 感觉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没有持续性的 或者说有些是属于割酒菜的一个行动 对不对 真正有持续 有能够给社会带动经济增速的发展力 比较或说潜力比较大的 对吧 一个是能源新能源 一个是科技 我们新能源在前几年已经爆发过了 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新能源方向 对不对 他已经出现一波大幅度上涨了 你说在这个位置 你再去搞一波新能源的话 我觉得有这可能性可以 但是也不说 很多可能很多股民不会买账 对不对 你看宁德时代为代表 他是在这里 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起动 是吧 大个价格就是在90块钱上下 你看最高涨多少 涨了差不多690块钱 700块钱 对不对 涨了多少倍 是吧 六七倍了 六七倍了 你在这一段下跌条子也是比较充分的 说我们的新能源在前面是出现一波大幅度上涨 但是在新能源这一波大流失当中 我们指数也没有起来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市场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 就是结构相信 这个新能源起来的时候 他没有把指数给带起来 没有把指数给搭起来 那现在新能源调整了 那现在如果说再次上涨的话 我觉得也很难带起来 所以我从各个方面来看 我们的A股想要在这个时候 想要突破 必须要以什么 大金融以及中之头打底 以后来以科技发动进攻 那么科技的话 重心在哪里 我觉得科技重心现在要抓住我们市场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消费电子半导体这一块 芯片类这一块 还有是市场现在最核心 最火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块 所以这才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重视的 尤其是像芯片半导体这一块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直被国外卡脖子的地方 对不对 你比如我们的芯片 我们芯片投入了巨大反正每年投入很多 但总是被人家卡脖子 可是如果你单独从芯片概念这个方向来说 你还会发现问题 比如说这里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我们不说前面这一轮 我们就说后面这一这一次 大家可能会发现 对吧 就这里 一 发现没有 这些几乎都是低位 所以他回台到这个低位 那你该怎么办 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机会 就是一个可以博位可以跟踪的机会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做个低位 做个低息就可以了 做潜伏就好了 就是这个节奏 这个特律不是做的吗 以后在周末的话 大家是不是发现问题 我们高层从前期说要什么 鼓励证券重组 打到我们的顶级券商 顶级券商 那么在近期他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重组计划 那就是什么 鼓励科技重组 科技重组 打造我们的一些核心的科技企业 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个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一说 说起我们中国的科技企业 比如说是我们的芯片企业 一说 大家知道我们芯片谁最强吗 谁最流吗 感觉就没有特别强的一个什么 也特别强的一个公司的话 可能中心还有一点点实力 但是你感觉就特别 跟人家外围比起差很远了 但是你想到外面上 人家在说高通 你说这个就明白了 说是我们需要这些行业巨头发生改变 我们需要打到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核心公司 农村公司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认重而道远 所以芯片也好 包括半导体也好 所以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出发的话 我觉得它后期会成为资金进攻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好 除了消费半导体 芯片这一块之外 还有当下市场的最合金的一个热点 就是AR概念 AR概念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这个方向 对不对 人工智能这个方向 可能很多会说人工智能是不是跟什么 跟游戏有关 跟传媒有关 游戏被打了 传媒被打了 人工智能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了 人工智能是沃柳和大跌 我就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就在纳闷 什么意思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 我们的A股好好的 好好的盘中突然就说一个什么 出了一个游戏新规 是吧 压制游戏板块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位置极力的压制游戏板块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预期 有一个想法就是压制游戏 把游戏里面的这一些人才转到这一块来 转到人工智能这一块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现在刚刚起步 全球其他国家可能还有一些相比人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我们必须什么 加大投入 加大投入最重要是什么 是人才 有人才了他才会有跨速的发展 很多人就说了 我们的人才组集中在这里其实也不少 但是我就想我在前面视频中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去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公司去 对吧 我去做个芯片 我做个软件这些类的 对不对 做这些的一些程序开发 可能你一个月的公司20002万3万 对吧 但是如果你去游戏公司的话 我去游戏公司做一个 有些人说 我只在做一个爆款游戏 我可能就赚了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上亿对吧 几个亿都是有可能的 你会去做 你会去做两三万块钱的公司 还是会去做什么游戏开发爆款的 想想就明白了 对不对 大家记得吧 我们现在市场上最火的一个是什么 是某信对吧 是某信对不对 那么大家知道某信的开 这个工程师 开发出来的总工程师 他的收益有多高吗 数字并别就动了 就是怎么 就是几个亿对不对 数字并别就是几个亿 这就是差距对不对 作业朋友们在操作上 你还在注意 对不对 就好比说开发游戏 开发一款爆款游戏的话 他很有可能算一辈子的钱都撞回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像这些顶巾的 这些顶巾的这些人才去参与这个的话 算对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科技行业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势 所以我觉得可能国家也这方面来考量 人工智能板块 在这个游戏板块调整的时候 这些游戏开发的一些人员 就是一些程序员 他会不会转到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板块来呢 会不会转到这些相关的软件 这一块来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对不对 你像这个人工智能板块 在整个的一个航行当中 虽然说近期是属于调整的 但是如果说它调整到下面的这个低点来的话 那么那是不是机会的是不是一个什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时机呢 哦除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外 那我们可能会发现啊 就是美国科技巨头啊 就是以这个特斯拉啊 这些巨头为为先锋的 人家现在在大理发展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机器人对吧 那么机器人这个方向 你看我们的机器人概念 在近期走速是不是比较平稳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我们机器人走出来就是一个什么多头的行情 进攻的行情 对吧 这个底下在不断抬钩 你看不断拉伸 走墙 对不对 那这里这里 其实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方向 你发现没有 这个量能放出来了 这个量比前面这个量能要大 所以我们机器人行业 还存在比较大的潜力和预期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啊 机器人行业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是在周五的话 有一个板块 长得比较厉害的 就是这个PK材料 那么这个方向主要讲的是谁的 其实这个方向是对比的是谁的 这边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方向 是不是 它是机器人方向 所以说啊 大家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啊 机器人可能会在近期迎来一个什么 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啊 那我们看机器人整个概念板块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什么 一个下三 那我觉得它已经到了一个低位 可以博位可以跟踪的位置 那么这些位置我们就可以什么 考虑做个低息 做个跟踪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后期出现访谈 上涨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你看一下机器人个股的话 在周五啊 它很多票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异动了 对不对 你像这个风光啊 近期是表现比较强的 还像与华树空啊 这些在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近期又出现一种了 对不对 正棒啊 这里特别特别要提醒大家 在整个市场的节奏来看啊 我们的这个股市在当下的这个观点 这个关口啊 如果说啊 想要啊 想要突的话 大群众带头 那么能够往下进攻 打捞出人气 打捞出赚钱效应的话 我觉得必然要往科技在它去放啊 去靠 你怎不能要黄理厂去吧 你怎不能要白酒去吧 你怎不能要什么 要医药去吧 你怎不能要什么 要游戏去吧 其实 是吧 大家心里都明白 现在都清楚 科技就是生产力 所以我们国家想方设法的话 也是想把我们的科技搞上去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除了科技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汽车啊 这是我们新轮车 在国外相比的啊 并没有多大差距 所以汽车的话 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资助行业 成为我们的一个资助行业 近期的汽车板块表现的话 是属于一个调整它是 但是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调整下来不就是机会吗 调整下来不就是给大家一个重新上车的机会吗 一个低位博弈的机会吗 对不对 那么抽叠反弹 那种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出逃了 是不是 这结果这个策略 这个思路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另外一个你发现 在周五的话 汽车板块个股的话 新轮车 有多数票出现上涨 涨停的的话 赚钱效应仍然很好 仍然不错 整个行情来看 市场资金关注度最高的 就是科技汽车 所以你说要抄底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方向 必然是不得大家注意和重视的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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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